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无碍技术吧 我们的域名是3w.vigs8.com 无碍技术吧 今天我们来讲解第二课 认识破解工具 今天又临时加了一课在入文篇里面是认识软件是否加密 我们将在下一节课讲解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认识破解工具 首先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工具包 第一个是小生我怕怕的 它的工具包里面东西比较全,比较多,比较实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分的还比较详细 针壳工具,调式工具,返回边工具,脱壳,夹壳,其他东西都不错 这个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工具包 但是它有点大,一些东西我们也用不太上 所以就是说还给大家准备了第二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大家到这下载就可以了 就这个地址 它675个M 相对来说一点大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5H18自己的一个小工具包 是小的 这个呢,大家看到28个M 相比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小了不少 但是它里面的功能少,大家知道吧 我们看一下 我这是个这个样的 但是也是比较实用的 也是比较实用的 然后就是 但是没这个东西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用 我们这次讲解是以这个来讲解 这个来讲解 但是你可以也把这个下下来作为一个便携式的 到时候自己出去放U盘里啊 什么的 600多个M太大了 放这个都是差不多的啊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虚拟机啊 为什么需要虚拟机 因为这个有的那个软件作者 他怕自己的软件被破解 就是说如果拿一个东西不对了 如果比如说大小不对 如果检测到那些MD5不对之后 他也会给你格式化磁盘啦 或者是给你释放一些病毒 或者是给你关机什么的啊 这些都是有一类软件这些都是挺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那个 所以我们要这个有一个虚拟机 就是说你这个软件你再厉害啊 你再把我的电脑格式化了 但是呢,只是虚拟机 我一恢复,对吧 直接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啊 我的电脑不会受影响 这个呢,这个虚拟机的使用教程 我给大家放在这儿了啊 这个虚拟机说 以前,以前玩CF的时候啊 在一个那个工会里下载到了啊 非常好用 我也一直在用 我用的这个就是啊 非常好用 就是里面都写挺全的 就是那个移动工具了 就是直接你可以 把这个你本机的电脑 本机的文件这样拖进来啊 这也可以拖进来 它都是都有的啊 比较,比较全面 比较好用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虚拟机下载地址 这个呢,大家注册 这个没有下载 大家看到了啊 没有下载 没有下载 你只就是说这个 只能注册一个啊 先注册一个号 啊 你先这个 这样注册一个号 注册完号以后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点这个存在网盘 这时候它就会存到你自己的网盘 然后你再动录你自己的网盘 去你自己的网盘下载就可以了啊 这三个不是啊 这下载不是 这个是广告 大家不要点 就这个保存到网盘 然后下载 这个是60M的是那个虚拟机的安装程序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点大 所以有点卡 大家看到了 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按照它的那个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而且要安装的C盘 因为只有安装C盘 它是汉化从中文的啊 这个教程里面也讲的很清楚了 大家去看一下什么 这个是虚拟机的程序啊 这是我们的XP系统 呃 这里就建议大家直接用XP 就是它用它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说很多这个调试调试的工具 我们只有在呃 这个32位的系统才可以运行 像温7就是64位的啊 就很多不方便 所以建议大家统一就安装这个就可以了啊 因为我们以后都要成什么的都用这个 呃下载方法还是一样 具体的大家先看这个教程啊 先看这个教程啊 好 然后我们来讲解一下这工具 首先这个PID是个插壳的啊 这里呢 它这个里面啊 它的工具包里面在这个真壳工具中也有这个PID 但是这个PID吧 就是比较老的版本的啊 不太适用了 呃 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把这个我给大家打包吧 我给大家打包我的那个 大家稍等一下啊 我去开个门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ID啊 就是说这个啊 这个就是查壳的一个工具 显示这个呃文件有没有壳 比如说这样拖进来 呃这个呢 我们主要是就是看这一行 还有这一行 PID和这个 但是主要就是看这个 啊主要就是看这个 这个这个我呃 这些显示的什么意思 我们下载课会讲啊 我们下载课讲这一个 如果它显示的是一个无法显示啊 什么都没有就像这个 呃这个明家课 啊像这一种啊 这个什么都没有找到 我们点这有个箭头 有个双箭头 啊我们点一下 点击这个深度扫描或者是核心扫描 这些就可以检测到了啊 就有东西了 呃我建议大家直接点击这个地方有个选择 选项啊点击一下这个选项 呃那个 这个我看有一个当时啊 这个啊添加到右键菜单 点一下这个选项 点保存 呃这样比较方便啊 这样我们就不用打开这个PID了 我们就他的这个 我们就不用了 我们直接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行吗 因为这个边Bamper 他的工具包里的Bamper有点老了 我们就说直接用的时候我们就这样 右键 这个有一个PID 啊我们直接点击一下 他就自动把这个就是 加载到PID中查看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啊就是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的方便 呃大家也可以这么做啊 我把这个呃一会儿我会这个我直接给大家吧 啊这个还是我一会儿吧我一会儿给大家打包行了啊 一会儿给大家打包的文展中 然后ODODOD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边工具比较强大的 OD呢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大家下可能是小生专用版啊 这个地方我当时修改了一下 呃我们主要用的就是这三个啊 这三个这三个是比较好用的 啊这三个 就是这三个OD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 呃OD里面有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不少我们都可以用啊 啊但是有的是功能不太全的啊 我推荐用这三个这三个都行啊 就这连一块这三个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是说这个使用方法 呃就可以直接拖进来 啊直接拖进来或者是文件打开啊打开桌面上一个文件夹 呃打开一个文件啊这个样 呃这些东西我们以后都会详细讲解啊 我们现在只是认识一下 然后也可以在打开文件的情况下啊 就是说这个是个打开的文件下 我们点击附加啊附加 好选择我们的这个程序 大家看到他这个地方是联系作者注册 就是这个联系作者注册 然后点击附加就可以了 大家会附加上啊附加上这个程序 然后我们还有的就是这个脱壳的啊 这个地方是在OD里面OD的一个插件啊 我们看把文件拖进来 比如说我们右键这个地方有个脱壳啊 这个应OD调试脱壳 呃那个脱壳调试进程啊这个人啊 呃以后会讲啊我们现在先认识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修复 修复是unport rec 这个呢就是呃许多就是有的文件 我们脱壳后 针对脱壳的啊 脱壳后就不能运行了 不能运行我们就要修复一下 它的这个OEP 就是说程序真正的入口点 我们要修复一下 呃我给大家看看啊 就是这个啊 到时候用到的时候再给大家想起 这是个没有汉画的 这里面有汉画的啊 这个就是个汉画版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稍等啊稍等 好然后我们知道这个PID啊 到时候我们用到的时候 会给大家演示啊 大家现在都知道一下 它掌数模仿 啊然后现在暂时就是这些啊 我们先暂时就讲这些 啊还有这个就是个FI FI也是个脱壳的 呃也是个查壳的 这个我们大家看啊 也是在真壳工具中 这个直接把这个文件给拖进来 啊然后就这个 反正我觉得不如那个PID好用啊 啊这个卡了还 呃大家就用PID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功能还是挺多的啊 我都给大家打爆了 呃这个到时候 呃随大家这个文件下载啊 打开就可以了 呃这节课我们暂时就先讲到这里啊 呃我们下一节课会讲这个怎么查看 有壳还是无壳啊 好感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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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感谢大家的观看